好 晚安晚间提前一点时间来做 Charlie Mike的导读解签阵音训练 那这个 我们整个 剧情的发展 已经到了蛮精彩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之前的位置 92页 92页的 好不对是93页 93页的 第1段 大概第1段开始的地方我看看今天能不能把这页讲完时间还够再讲下一页 好这样 好我们就直接来复习一下 空空也完毕了 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 Mix跟 菜鸟 Mix跟 Double Deuce的队长 目前是 失联当中但是两个人受伤并没有死 他们沿着那条河流用漂浮的方式 准备 飘到河的下游去 人整个躲在 浅到水中以免被发现但他们两个其实已经知道被发现了 所以能够尽量用节约体力 然后呢能够隐蔽的方式 尽数离开 被轰炸的敌军的 银的集结地区 越快越好 第1个他们受伤第2个他们被发现 只不过说 越共的这个银 死伤惨重他必须先解决自己本身伤兵 的问题把整个 剩下柴鱼的部队重新整编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 以老共的 他的习惯 他是会对美军采取报复性的 另外一次的攻击行动 因为他们这个营本来就是要攻击美军 不幸被发现整个被破坏掉了 然后自己损失 整个营几乎 损失惨重 所以如果 习惯跟Mix不能够在 被这个敌人被攻击的这个营 增援跟 重新整编之前回到 Lima Zulu 然后 取得跟 另外4个人 Static Rock 这4个人的 集结的地方准备离开的那个地方 能够汇合的话 整个状况就会很危险 第2个是联部目前 大概是 以联长来讲还不知道 习惯跟Mix他们认为是凶多吉少啊但是 必须 隔天要做的是战损敌的战损的一个评估 所以会派 兵力到县地 去做一次 整个的 敌人的伤亡统计顺便看看能不能希望找回自己 在这次空攻中 阵亡的自己的弟兄 这样子 所以整个状况 双方你来我往的这种 情况会到后面会越来越 感觉的出来 会越来越强 那种对抗性会越来越强 那我们也可以借由这样一个小说的铺陈了解到美军特种部队跟他地空整理作战 在六七十年前的整个 状况 来了解美军 我们国内因为文化跟语言上的隔阂对美军事实上很不了解 所以上从国防部长下到你可以接触到美军的大部分都在胡搞瞎搞乱搞就我所知啊 就我所知做了几次太平洋司令部的简报 那我们 你不要看一些将领好像一大堆美国学历基本上那个是挂得好玩的啦 我随便举个例子啊邱国正老邱一大堆美国学历又是迷人堂你觉得他会懂美军吗 哈哈 他们给你 倒的稿就不错了 这样子 所以我们干脆就借由这个小说的阅读来了解一点美军还比较实际一点 第二个是你认为 颜德发懂美军吗 哦那个 西点军孝回来的在他手底下 当总司令的那个任内 大概该跑都跑光了 那个不是被他逼退的 是西点军孝一想 完了我在他手底下 非死即伤因为 太笨了乱搞一通我还不如先跑跑走好了 哈哈哈那个叫逃走 哦那个叫 fling 这样子 flat away 那阿爸你要去检讨啦你搞了所有西点军要全部逃光了 你这是算什么啊 大概真的只能去救灾了 好 我就开始往下 呃前面有一句我觉得很好玩就是 连长 Major Colvin觉得很伤心 哦觉得有点 那个 跟他认识了可能有20年的那个连事官长 Chiles 为了要提振他的士气啊就鼓舞他用一种刺激的激将法 他讲说 国家付我钱 当混蛋 但是你跟我不一样 你是连长 而且又是那么重要的 Ranched company的连长 你要指挥部队你怎么能跟我一样当个混蛋呢 国家付你钱是要去 下命令指挥领导的这样子所以他讲了一句很好玩的也 也很有意义的话 I get paid to be a son of a bitch You get paid to command 这样子 Colvin stared back The old bastard was right Colvin就回了他一眼回看了他的一眼 心里想 这个老家伙老混蛋真的是混蛋 讲了一点都没错 他其实对了我不能情绪用事意气用事 Colvin couldn't share his feelings He had to Charlie Mike Colvin知道说他自己不能够太情绪化了 还是要稳住因为连长情绪一不稳 整个Ranched company下面就跟着会 人心浮动 反而会造成 更严重的 负面的后果都有可能 He had to Charlie Mike 他必须要继续执行任务 目前任务还不算完全完美化下句点 因为还要做战损 他还有人目前失联 那个已经几乎就 被认为是阵亡了 也要找到这两个人才行 During his first tour He lost many men But he had been in the field And had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them 他说他在第一次 到越南出任务的时候 他也 失去了很多的 手底下的人 但是呢 他一直留在 第一线野外 战场方面 而且 因为深入敌境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想 死去的在战场里面死伤的他手底下的弟兄 该怎么办他不会担心太多 He'd have to think of the living and try to keep them alive 他要担心的是说我的任务要执行我还活着的弟兄 要该怎么样让他们能够 活着离开战场 已经死的 胜亡的 我就 不能再把我的心力分过去去考虑死掉了 我没有时间考虑死掉的人 我要想办法让活的人能够活下去不要死 这样 And this was no Different He reached out and put his hand On child's shoulder 那这次当然也不能例外 也没有什么不同 这样子 跟以往的任务 没有什么不同 他要处理的是相同的情况 只不过可能年纪大了 比较容易感情用事 所以他的那个 联事官长特别提醒他 好了好了 伤心一下子就好了 还有任务要出 这样 He reached out and put his hand On child's shoulder 他就手伸出去拍了 把手放在那个 联事官长 Charles的肩膀上 表示说我了解 你不要讲了 我心里神会 然后谢谢他的提点 Thanks He turned toward the radio operator Get off Tell him to bring the jeep up 他说他然后他就转头跟着 这个应该是无线电化物 总机的 那个化物兵将 把我的传令叫来 Get off 那个Dove就是 大概还剩一个月就一起 满了就要回国退伍了 Tell him to bring me Tell him to bring the jeep up 说高砂把我的配车 开过来 他是 船令兼驾驶 连长的船令兼驾驶 叫他把车开过来 可能要到军部去了 He looked back at the child Get me to know street teams ready for tomorrow's damage assessment I'll later In call the aviation battalion I want debriefs from the pilots on the way on what they saw and better find out about the gun that got hit 他讲说 他又回过头出门前又回过头看了一眼 对着 司官长讲 准备好两个 他想想不对 三个队 帮我 招呼三个小队 明天我要亲自带队 去做 战损的一个评估 所以他讲 Get me to know street teams ready for tomorrow's Damage assessment 他就交代联事官长 去 准备 指定三个队 但事实上他也没有多余的队 三个队基本上就是全部他的目前现有的队了 一个排里面的 三个整个排了 但他不是 他这个连不是四个排都在他有一半的兵力在另外一个单位 就等于说资源出去了 他手边剩下的兵力几乎快全部出动了 因为那个Tutu 还在 敌区 还没回来 这样 所以他就叫司官长 召集 指定 指派 三个小队 他要亲自带班 去 第二天做战损评估 要亲自出马 L.A的 他说我要亲自带队 这个是有点点风险因为连长带队做这种战损评 是一种意气用事 但是也可以提振士气 跟麦卡射一样有时候会亲自想要到前线去 这样 然后呼叫通知 然后呼叫通知 航空营 那个Aviation多半是陆军航空的单位 航空营不是空军的 I want debrief from the pilots on what they saw 说 叫他们给我做 回报 那个debrief跟brief是不一样 brief是出任务前做brief 就是任务提示 debrief是你出完任务之后回来跟我报告 你所见所闻 你这整个任务执行的过程当中 有发现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两个不一样所以加一个D 这样子 就是说任务后的简报 一个是出任务前的简报是briefing 任务后的简报是debriefing 这样子 他说打电话给航空营 叫刚刚出之前出过任务的 这些飞行员 来向我报告 他们 整个任务执行当中所看到的状况 and better find out about the gun that got him 然后最好找出 有一个武装直升机 重弹的那个武装直升机最好能够找到那一架 直升机的驾驶 也要了解一下怎么重弹的 我个人是这样解读那个的Gun 应该是Gunship 我在猜啦 记不记得回来有一架直升机提前 离开那个party他呼叫 台长说他要先离开了他要用autorotate 哈哈哈哈 有点像用气流慢慢迫降 回到基地去 You'll be coming with me to briefcord 他说你也不要跑 我们两个一起跟着我一起去军部 跟 哦那个军长 cord commander 做回报 那做简报 这个简报就是他第二天要出任务 呃去做 那个bomb damage assessment的一个brief的一个简报 Bring the maps and get Evans free me 所以我把地图带了 然后叫 可能是第四队 第三队 的队长 一起小队长跟着我一块去 你也跟着一起来 那Avans是除了Graddy之外 最资深的了 这样子如果Graddy阵亡的话 真的只能靠Avans 靠他了 I want to tell them about Graddy myself 那他可能不是 要带Avans去军部 而是要告诉他 Graddy的死讯 因为他们两个很好 连长要亲自 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With that he stroll into the briefing room and shut the door 讲完之后呢 他就 走进了 大步走进了 简报室 然后把门关了起来 Charles sighed inwardly knowing the major was this old self again 那Charles因为跟他一起 作战很久了啦 他知道 那个 Major Calvin老毛病又犯了 那个 又 又开始 他原来那个样子的脾气又显现出来了 Charles很清楚很了解 他就叹了 他就叹了 私下 叹了一口气 知道说 那个 连长他所熟悉的连长 又回到 当初 原来 他们一起 刚认识 十几二十年前的那个他 这样子 要亲自上阵了 he spun around to Johnson the radio operator well you heard him get off 他就向后转 然后跟那个 画物 总机的画物讲说 你听到他老板讲什么了吧 赶快去把那个传令叫来 Johnson sprang up from his chair and jacked for the door 那Johnson就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然后呢 用小跑步的方式 往门口跑 Asshole he mumbled to himself as he bounced up as he bounded up the steps 他就一边跑一边干凉 因为他内心干凉 干凉那个老士官 这样子 然后就一边跑一边心里面骂他 Asshole 骂他 真是混蛋 然后呢 赶快bound it up the steps 跑上楼 Bound up 我们来看那个Bound 实作一下 Bound it up Bound it up Bound it up 当动词的时候是 Round with a lot of energy Because you are happy, excited or frightened 他说你 如果 跑得很用力的话 快步的跑 因为很高兴 很兴奋 或者很害怕 他这个应该是很害怕 哈哈哈 睡觉 Bound it up 冲上楼去了 好,再看 这个场景跳到Limazulu Landing zone 那个Lz 还有四个人留在那个地方 目前仍然是跟 队长Grady 上市通年当中 他们也不知道那两个发生什么事了 因为 出发前他们规定说我们不做通话 怕被敌人发现 我们只做紧急的 按的那个按钮 让你接收到信号 但我们不会讲话 这样子 Sox said Wish feet up Sox又坐在地上 然后呢 把脚抬高 Hey Rock You think them Explosions Wish the Air Force Doing the same man 他就问那个 留守的 他们这四个人当中的队长 也就是副队长 带班的 说 Hey Rock 你有没有 你会不会觉得说 那些爆炸的声音 是空军 在做 炸射 It was more than just Air Force You heard them choppers Didn't you 然后那个 Rock就回答说 应该不只是空军啦 你有听到 那个直升机的声音吗 那个旋翼的声音吗 不是吗 我没有听到啊 所以应该不只空军啦 应该 入航也有 Sox stood up Well I hope Grady And Stump are OK 那Sox就站了起来说 希望 Grady 班长 队长 队长跟Stump 两个 不会有事情 因为目前还是上市通联中 还没有取得联系 Ben shifted the M60 from his lap Yup I was hoping them boys be joining us be joining us by now by now 那那个Ben 中雄机枪手 就把他的M60机枪 从他的膝盖上挪了一下 换一换 可能原来放 那个 大腿上面 把它拿起来换一下 压在腿上的位置 免得血液不流通 他说Yup 对啊 I was hoping them boys be joining us by now 我真希望他们两个现在就 回来 加入我们跟我们会合 免得我们担心 或者是直升机来接我们的时候 他们两个还没回来 那就惨了 Sox look at rock Man you sure you won't supposed to turn the squawker on when you heard the choppers Sox就看了Rock一眼说 Sox其实是原来的化物兵啊 他手上现在有拿的那个像对讲机一样的 但是那个 整台主机是在 Greddy那个地方 他只有那个小的通话的像对讲机一样的小的 他就看了 Sox看了 看着Rock 跟他讲说 你确定 你不要把这个Squawker打开吗 你要一直关着吗 要不要让他打开让 那个频道可以接通 这样子 那个Squawker on 就是说 我把 电源打开 让频道的讯号可以接收的到这样子 那个无线电的讯号可以接收到 他说你确定 要打开 要打开 你都不打开吗 要不要现在把他打开才好 因为他如果打开的话 主机当然也可以接收到他们就通联上了 when you heard them 等一下 跳航 没错 when you heard the choppers 就说你 你要你确定说 直升机 你有听到直升机来的声音呢 你暂时先不把 我们的那个 Squawker 手上的这种 手持式的无线电梯打开吗 那他们之前原来的计划就是 出发前 Grady跟Mix出发前 带着主机走友讲说 不要随便把那个打开讲话 免得被敌人发现这样子 Rock looked up at them Shaking his head We don't turn it on Till the bird dog Passes over slow Lieutenant Sykes Put the thing here So he knows where to find us When it comes over I'll turn it on For five seconds You let them know We're here Then we'll pop smoke 那Rock是一个 比较老的老鸟 他经验很丰富啦 他就看着他一眼说 一直就说 你这个 菜皮疤可能还搞 不要怕 我来 按照我的话讲就没有 按照我的话来做就没有错了 不要紧张 他就摇摇头看着他说 我们不会把无线电机打开 直升机听到了也不要打开我们是看到 听到 排长的那一架 把Bird Dog 的侦察机 飞过我们 低空飞过我们才会打开 而且打开五秒钟 他讲说 Lieutenant Sykes put us in here 他说 整个空中 整个任务的总指挥 是排长 他指定我们 在这个地方待命 他把我们放到这个地方来的 所以说他也应该知道我们在哪里 一切按照计划 不要随便更改计划的整个程序 他讲 So he knows where to find us 他自然知道 到哪里去找到我们 因为位置从头到尾都没换 这个整个计划是他做的 When it comes over I'll turn it on for five seconds 他的飞机那个Bird Dog 低空飞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会打开 5秒 让他接收到 他就知道我们的位置 他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这样就好了不要通话 Then will pop smoke 然后我们就打烟雾弹 标记我们在这个位置他一定知道不用担心这样子 Ben looked at the others Anybody got any child 那个Ben一听 放心了肚子又饿了 他又想说 看了看大家说 大家还有没有胜吃的 他肚子又饿了 好 这个是 球三夜快完毕了 The lieutenant knelt down beside his battalion commander The older man's jaw muscles tightened And sweat 这个又跳到哪里呢跳到北越的那个被轰炸的那个营的部队 那个Lieutenant后来我发现他原来是连长 可能中卫阶连长 他不是排长 那那个被叫去的 喔那个叫Lie Besson我不知道怎么念 反正北越的话越南的话 那个中卫连长 就跪在 银长的身旁 The older man's jaw就是年纪比较长的当然是银长啊 他讲说这个年纪比较大的 这个这个银长 银长的 下额 的肌肉紧绷 表示说正在忍的疼痛 紧咬着 牙关 在忍痛 The older man's jaw muscles tighten 然后呢 And sweat 好27分钟我们应该可以讲一点点我们讲下一页好了 还来得及 时间是够的 看看94页可不可以讲 讲 讲完 今天就应该蛮充实的 Sweat rodent small beets down his dust cake cheeks 那汗珠就 喔 结成小小的 汗流成小小的汗珠 就 滚下 从从他的额头往下流 滚下他整个都是被泥土 脸上沾满泥巴泥土的 脸颊这样流下来 那个dust cake 就是说 成土 跟一层 蛋糕的那个 奶油一样 涂满了脸上 那个叫dust cake cheeks 这个我们可以试作一下同学如果对这个字不太了解 的话 那其实只要查 cake就好 把它当动词 比 cake was if a substance cakes if a substance cakes it forms a thick heart layer when it dry 就有点像你把泥巴抹在脸上干掉了就会变成蛋糕上面那一层蛋糕的奶油的上面那一层 Tuffling那个皮 那个叫做 脸上 涂满了灰尘像 涂了满脸灰尘的 脸上面 汗珠就往下流表示他为什么会流汗呢是痛 很痛很痛他就会流汗 他在忍痛 然后脸上 被炸的 喔那个 泥土泥巴灰尘飞就黏到脸上干掉那个状况 he lay on a hastily spread plastic ground sheet that held the dark pool of quickly coagulating blood 那他就躺在一个临时 铺开的一个塑胶的垫子 要垫在地上的 我们以前也有啊我们叫他叫油布 哈哈哈 其实只是一块塑塑胶防水布 然后你在野外呢 你要睡觉 你怕那个地上潮湿有蚂蚁有虫 你就要把那一块折人方形的那个油布铺开铺在地上 跟野餐一样躺在上面休息 那你如果要吃饭的时候也是一样把那块油布铺开 因为地上潮湿有草啊有什么的可以隔一下水 免得坐下去 你吃完饭起来 喔就 全身就湿了 下半身至少是湿的 所以在野外就是这个样子那不错如果说 还可以把东西像便当不管好不好吃啊有一种那种铝盒便当他还可以用激动的方式送到限定 你拿得到 饭吃都还算不错的 还可以让你吃吃饭 这种状况都很 很难见了 有时候 在野外根本那个饭车就不知道跑哪边去了就没饭吃了这样子 你就要自己 想办法吃东西了 所以说他把那块油布铺在 零食铺的油布他躺在他上面 那那块油布呢 上面已经 已经有累积了 深色的 很快凝结的血 就把他流了一堆血那个血就 聚集在那个防水的油布就接了一滩 深黑色的血凝固起来了这样子 His stomach was rubbed with fresh bandages but already a small red stand was beginning to appear 他的 腹部 用了 干净的纱布 绷带 刚刚绑起来止血 但是绑了没多久 就已经有 小的 血血的那个 血汁就冒出来了 表示 流血量过大止不住 绷带才刚刚 绑住 血又冒出来了 又看到那个红点越变越大 His eyes opened as lieutenant knelt 那 那个连长一蹲下去 到他身旁 他就把眼睛张开来 原先是紧闭的 It is you, Lebasan 所以银长认识他因为是连长吧 银长怎么可能不认识连长 这个有可能发生在我们部队啦 有些银长是过水了 他说不定连长不认识 所以这个 这个北越中弹的这个中了 被轰炸炸伤的 这个银长一看到他就叫出他的名字来 是你 Yes comrade commander of the second company 他说是的 以中文来讲就是报告银长 我是 第二连的连长 我是第二连的 The company attempted to smile but Bill's love as a wave of pen swap to him 那那个银长呢 想要尝试着 微笑 露出笑容来 但是没办法 他咬着嘴唇 应该是咬住他的下唇 因为有一阵剧烈的疼痛 又传了上来 他不得不还没有笑出来 想要 用力的笑一下 都没办法 他就咬住下唇忍痛 因为感觉到一阵剧烈的疼痛忽然传上来 The lieutenant looked up at the medical orderly He shook his head There was nothing he could do 那连长呢就抬头看了一下 那个 医务兵 medical orderly 是医务兵 Orderly是一般的 比较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跟医冠不一样 他 基本上有点像 类似护士的这种 或是说 护理 护理室 这种只能做护理 他没有办法做一种医疗的 开放性的这种医疗的 手术啊之类的没有办法 所以以北越那个时候的状况来讲你要找到合格的医官不会在第一线啦 大部分会在野战医院才有可能 人力缺乏再加上北越的 这种医疗的水准也不是那么高在那个时候 这样 所以他就抬头看一看那个医护兵医护口说没办法他已经尽力了但是 确定是救不了了 他说他该做都做了没办法 那一阵疼痛过去之后 银长又把眼睛张开来 You must organize quickly son 他说你要赶快 重新把部队集合起来 然后重新调整 部署重新 编队 因为我们的部队伤亡很大 你不重新编队的话 就变成散兵游泳了要把部队重新在收拢 全部编死 有可能 五个连 死伤达到一半之后 重新 各连都有伤亡 再重新把他编死 这样子 打散编制重新编死 可能最后只能编两个连满编 另外三个连 震亡了这样也不一定 所以要重新整编 捕死编死 他才一讲完眼睛又闭起来又开始疼痛了 Send runners To the field hospital To prepare for the wounded 他说你赶快派传令 那个runners是 用跑的那种兴差 飞毛腿 长话的 我们叫传令兵 赶快派传令兵到野战医院 然后呢 准备 我们的受伤的伤者一定很多 要他准备 收容伤患 Reorganize the units 然后把剩余的部队的各单位 能够 重新集合起来重新整编 Redistribute the weapons 武器重新分配 这样子 Fill all the leadership positions Quickly 要把每一个干部 领导干部 都要重新补食 因为你兵 一个班编完编满了结果没班长 那不是笑话 就变成无头苍蝇了 所以要把每一个领导干部的那个职务要编满 才有办法 干部才能带兵 否则兵变成无头苍蝇了 And be sure the scouts are far out in front of you when you move to the hospital 他说他这个营老算蛮有经验的啦 他之前应该有跟美军作战的经验 他说你一定要注意 在远前方要派出 伺候 或是派出警戒兵 那个叫scouts 也就是说你的部队在移动到野战医院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忘记 你前面的第一线的兼兵的这种 伸收部队要派远一点 因为美军很厉害 你派的不够远 你还没发现他发现你就把你干掉了又修理你一顿 这样子 一定要把 你的侦察兵派在往前派远一点 这样子 他就跟营长报告 报营长 老美 已经在我们这 已经混进来了 在我们这群人当中了 他们脸上 他们 涂的 他以为他们叫green faces 可能还搞不清楚为什么脸是绿色的 他说他们的脸是绿色的其实是涂那个伪装膏 and hidden the boulders 然后躲在石头镇里面 河岸边的石头镇里面河边的石头镇 他说有人看到了 the commander opened his eyes upon hearing the words and stared up at the lieutenant 然后呢 营长一听眼睛张得更大了把眼睛张开 一听到这个马上眼睛又张开了听到这个消息 然后呢 瞪着那个连长看 他知道大事不妙了 Green faces 他说你讲那个绿色的脸 yes they must have guided the flying ones to us 他说对 有看到 他们真的混在我们这个单位里面 他们一定是 他们一定是来执行导引空中 炸射 我们的 那种导引人员 地面的 导引人员 这样子 The commander's eyes roll downward 那那个银长一听完之后眼睛又往下看了 I know of the green face ones 他说 我知道你讲的那个绿脸的那些老美 they have inflicted wounds on my unit before 他说 这些绿色的脸的老美 也就是 绿色的脸在那个时候的单位不是每个人都绿色我讲过只有Ranger company 那个 特别特种部队才是涂那个绿色其他没有 他说我们被那种脸涂绿色的老美 以前被他重创过所以我有经验 啊我有我有被他们 重创过 我的单位以前所以银长有那个经验他一听一想难怪死伤惨重 这样子 Some have been with the battalion only six months and wasn't aware of the previous attacks 那那个上司新来的 他到营里面来报道 只有六个月半年而已所以并不太了解之前六个月以前这整个营 遭受到什么样的一个 哦跟跟美军 从事的样子 什么样的战斗他不知道 Who are they? Commander 所以他就问这些绿色的脸的人是谁 The old man's eyes didn't move 那个银长 的眼睛没有移动 可能差不多了 没有力气了 They are commandos They must be watched for 他就只讲了说他们是突击队 那个commandos就是突击队 不是一般的部队 你要特别小心了 他们不是一般的步兵单位 他们是突击队员 这样子 They must be watched for 你要很小心了碰到这些人 要倒大美了 又大祸临头了 你碰到不是一般的美军 是特种部队的ranger company He looked up at Sun 他又抬起头来看了一看那个上 那个连长 第二连的连长 They observe and they kill silently They are like the cobra They strike a deadly blow Then they are gone Living the death For the ancestors 这个银长他有经验以前吃过苦头 他讲说 他们会观察 然后观察完他们就开始动手 下重手杀人 不是我一般讲的杀人啊就是开始攻击了让你造成重大伤亡 先看 看完再下手动手 攻击 Silently而且是无声无息的 They are like the cobra 他们就跟眼镜蛇一样 They strike a deadly blow 他们呢 一咬就是致命性的伤口 给你重重致命的一击 Then they are gone 这一击 打完之后因为是致命性的 他人就跑掉了 打了就跑 你就挂 绝不失守 Living the death For the ancestors 然后呢你只要被他击中 他绝不不会失守你被他击中就等着去见祖先了 他这样子 所以那个 那个银长有之前的 跟这些特种部队老美特种部队作战经验他太了解了所以他知道说完了 大事不妙 他脸上的表情就非常的猙獰 他脸上的表情就非常的猙獰 然后呢 张开了嘴巴好像呼不到空气 吸不到空气 然后就 用嘴巴吸了更多的空气 The spot on the bandage was increasing in size and becoming darker 他的绷带 包扎的绷带上面的那个红点 越来越大 而且呢变得越来颜色越深 变得深红色的 Song leaned over 那那个第二年的连长就往前靠了一点 The old man's voice was fading 银长的声音越来越小 几乎都要听不到了 Do not be disheartened Libison of the second company We will fight again They have won this day only We have time Time to 那他就讲 他就跟他讲说 不要气馁 第二年的连长 不要气馁 我们会 喔再度的 站起来再跟他们继续作战 啊我我就是我我们会喔 会反击的 他们只赢了这一天的这一场攻击 他不会天天过年的日他们只赢了今天但不会赢了明天 或后天 因为我们有有的是时间 We have time Time to 他讲到一半呢 He opened his eyes white Tears rolling from them 他眼睛张得很大然后 就掉下泪来 讲说 我没有时间 来完成 最后光荣的胜利 to achieve a glorious victory a glorious 然后就没声音了 他说我们 有时间的优势 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只要打持久战一定会获得最后光荣的胜利 哦那个银长这样讲 讲完还没讲完可能就挂了 He's stiffened 然后就变得僵硬了 不动了 His body convulsed 然后身体抽动了一下 Blood appeared at the corner of his mouth 然后血呢就 从他的嘴角流了下来 银长显然挂了 那这个Libberstone显然是下一个阶段 跟Ranchard Company 的死对头 出现了 就是那个Libberstone 他从银长那边得知 原来有这些Greenface commandos 是 是突击队 那就完了 这样子 将是一场应战 所以我讲说 美军的地面作战在越战的时候我们不去讲杂七杂八的部队了 当然有好的也会有坏的一个团体里面不会都是好的 坏的那种经济散漫的我们不讲 像这种清瑞的部队Ranchard Company 他是 就作战来讲 以战术的层面来讲 是成功的在越南战场 这样子 那越战的整个失败他牵涉的层面很广 绝大部分是战略面以上 的挫败 导致了战术面 赢了战术赢不了战略 更赢不了这场战争 这样子所以他很多是 战略 层面 以上 的问题 而不在战术层面 更不要讲到一个军以下 那个基本上都是战术层面 但你用的武器如果能用到 战略型的 目标 武器攻击战略目标那立当别论 以Ranchard Company来讲 他所定的目标都是比较偏向于军事战略层面的目标 比较大的目标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很快的做一下正因 我们就 今天就功德圆满 我们把一页数调到前一页 92页 我们要从93页开始 好我拿一下实体书实体书在书架上忘了啦 实体书 92页 这本实体书 还蛮厚的 所以92页大概我看一下 整本多后整本有将近500页 有419页 还不到500页 所以我们目前还好只进行到了五分之一 这样这个厚度 但是以 我还记得我本来 我本来没有意思要导读这本书的啊因为同学说军事迷满多的军宅满多了所以我就尝试结果稀里糊路一弄弄到92页了 蛮戏剧性的 好 那这个也是广读的 功效啦 你如果不具备广读的这种能力的话我看现在可能还在前十页还在还在弄可能看到第十页就不想看了 这个就是 广读 你有能力广读跟你没有能力广读中间的效果跟很多的 阅读的乐趣各方面 包含了阅读的有效阅读的速度 各方面都不会一样同学可以体会一下 那也有同学有借到这本书在图书馆也可以现在把书拿出来用实体书来跟着看 也可以体会一下 好就直接开始从93页开始念 Colvin stared back The old bastard was right Colvin couldn't share his feelings He had to chat a mic During his first show Ortaohan During his first tour He lost many men But he'd been in the field And hadn't had time to worry about them He'd have to think of the living And try to keep them alive And this was no difference He reached out And put his hand on Child's shoulder Thanks He turned toward the radio operator Get off Tell him to bring the jeep off He looked back at Child Get me two now three teams ready For tomorrow's damage assessment Outleted And call the aviation battalion I want debriefs From the pilots on what they see What they saw And better find out about the gun that got hit You'll be coming with me to brief core Bring the maps and get ovens for me I want to tell them about Grady myself With that He strode into the briefing room And shut the door Charles sighed inwardly Knowing the major was so safe again He spun around to Johnson the radio operator Well, you heard him Get on Johnson sprang up from the chair And jacked for the door Asshole He mumbled to himself As he bounded up the stairs The steps Socks that was a feed up Hey Rock You think them explosions was the air force Doing this thing man It was more than just air force You heard them choppers Didn't you Socks stood up Well, I hope Grady and Stomp are okay Then shipped to this M60 from his lab Yup, I was hoping them boys be joining us by now Socks looked at Rock Man, you sure you weren't supposed to turn the squawker on When you heard the chopper Rock looked up at him Shaking his head We don't turn it on till the bird dog passes over as low Detending Sykes put us in here So he knows where to find us When it comes over, I'll turn it on for five seconds To let it know we're here Then we'll pop smoke Ben looked at the others Anybody got any chowk? The lieutenant knelt down beside his battalion commander The older man's jaw muscles tightened And sweats How to see it Rolling small beads down his dust-caked cheeks He lay on a hastily spread plastic ground sheet That held a dark pool of quickly coagulating blood His stomach was rough with fresh bandages But already a small red stem was beginning to appear His eyes opened As the lieutenant announced It is you, Le Besson Yes, comrade commander Of the second commander Of the second company Of the second company 好,插一下 他講Yes, comrade commander 應該是跟叫他的銀子 那那個of the second company 是指他自己 是第二年的銀子 這兩個沒觀念 那個comrade commander 是叫別人,不是稱自己 這樣 那他是以北越的越南的語氣來講 英文不會這樣講 他是模仿 所以這個 這個 作者寫的很好 他了解亞洲人的口味 要這樣寫 所以不要 誤認為這是英文哦 哈哈哈哈 北越那一段講的 基本上是 越式英文 他為了要刻意模仿營造那樣的一個語感 好這樣子 所以這本書寫的不錯在這裡 The commander attempted to smile but bit his lip as a wave of pain swept through him The lieutenant looked up at the medical orderly He shook his head There was nothing he could do The old one opened his eyes again You must organize quickly, son He now shut his eyes Send runners to the hospital to prepare for the wounded Reorganize the units Redistribute the weapons Fill all the leadership positions quickly And be sure the scouts are far out in front of you When you move to the hospital Sir The Americans were among us They had green faces and hit in the boulders by the river The commander opened his eyes upon hearing the words And stared up at the lieutenant Green faces? Yes, they must have guided the flying ones to us The commander's eyes rolled downward I know of the green face ones They had inflicted wounds on my unit before Son had been with the battalion only six months And wasn't aware of the previous attacks Who are they, commander? The old man's eyes didn't move They are commandos They must be watched for He looked up at some They observed And they killed Silently They are like the cobra They strike a deadly blow Then they are gone Leaving the dead for the ancestors W términ Green faces? 在那一遍 Green Faces 好 我让他来一点 好 这样 Yes, they must have guided the flying ones to us The commander's eyes rolled downward I know of the green-faced ones They have inflicted wounds on my unit before Some happened with the battalion only six months And wasn't aware of the previous attacks Who are they, commanders? The old man's eyes didn't move They are commandos They must be watched for He looked up to some They observe and they kill Silently They are like the cobra They strike a deadly blow Then they are gone Living the death for the ancestors He grimaced Then opened his mouth Taking in more air The spot on the bandage was increasing in size And becoming darker The sound leaned over The old man's voice was fading Do not be disheartened Live a son of the second company We will fight again They have won the day only We have time Time too He opened his eyes wide Tears rolling down Rolling from them To achieve A glorious victory A glorious He stiffened His body convulsed Blood appeared at the corner of his mouth 好 整個94夜 我們就念完了 這個拍成電影應該蠻好看的 整個電影情節已經包含在這裡面就是說 他有懸疑性 整個看起來毫無能場 這樣子 好我們到94夜 時間58分鐘 相信一堂課的時間差不多買圓滿的 加上今天下午的下午茶的小單元 第五送對了 我相信今天很充實 絕對夠催眠了 好 感謝同學 我們今天晚上就到這個地方 晚安 再見